欢迎回来来看到神韵艺术团全球演出的最新情况 首先聚焦台北国富纪念馆的演出 神韵晚会将五千年中华文明远古的传说 历史典故和人物一幕幕再现在观众眼前 观众们分享看神韵就像是独一首动态的诗篇 星期五的夜晚 美国神韵巡回艺术团在台北国富纪念馆的第三场演出 带领观众暂时远离城市的喧闹 进入一场动态的诗篇 其实现在科学打坏了我们很多幻想 比如说对月亮 他说什么都没有 但是我们对他有非常多的幻想 像唐玄宗就因此游戏了一下那个月宫 我觉得这是很美的事情 灯光的变化非常棒 尤其是由月宫的那一段 他到月亮去整个亮起来那种感受 如果每个色彩都是一种能量 坐在这里感觉上就是有整个晚上 就是充斥着那种鲜艳的色彩 然后很令人兴奋的能量的那种感受 有观众形容看神韵像读一首动态的诗篇 台义大表演艺术学院院长蔡永文赞叹 形容的太妙了 动态的诗篇太棒了 我觉得所有的表演艺术它一定要具人文 没有人文的表演艺术只是在看一个特技表演 就好像我们喊棒爽 回去以后马上就休息 可是这个不同 这回去你的心灵会一直有震撼 一直会有什么 有一个想法在里面 那个旋律是挥之不去的 为什么 因为你有人文的感动在里面 法国在台协会科学合作 与文化处副处长桑恒奇 带着女儿同看神韵 他说下星期一上班 他很想赶快分享给同事们 他所经历的这场中华文化饗宴 新常人亚台电视 郭云开张明竹 台湾台北报道